来 让我们请出下一位求职者 王文斌 浙江科技工程学校 数控专业第一 各位企业家 各位老师 主持人好 我叫王文斌 来自浙江嘉新 我曾经是一名空中舞蹈演员 现在就是我想尝试一份 萧瑟类的职业 所以我来挑战一下自己 谢谢 好 欢迎你文斌 问你个问题 我们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来过这个空中舞蹈的 空中表演类有关的求职者 女生居多 我想问你 哎呀 男孩子学这个 当时是怎么选择的 我是无意间看到了 就是别人跳的那种 空中的那种吊环和仇段 我是觉得特别好看的 那个时候就是 反正我的家里人嘛 就因为我爸做建筑的 然后他就对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他就觉得 男孩子可能去学跳舞啊 各方面的就是 没有什么就是出息嘛 但是我就是 我觉得我喜欢的东西 我一定要去争取 那个时候十五六岁吧 比较任性 比较叛逆 然后打工两三个月 吭得钱 然后就自己跑到书桌去学习 那个时候不太懂需要软度和韧带 那个时候可能就特别的痛苦 但是我既然坚持了 我就要做给他们看 对 这个就2017年的 对 那一年的比赛 好像男女总冠军都是中国选手 对吧 对 2020年快手的一个 快手举办的 官方举办的一个 天分就是舞者 就是全国性的 就是黄霄他们的是评委 然后我很荣幸 在2021年总决赛 拿到了男子组 大胤组的那个总冠 文字幕称靖 哇 刚柔冰激 这个这是我见过的 最精彩的了 特别有意境 我看你半路出家 拿了四个总冠军 对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 让你有机会拿总冠军 我其实现在还不是很满意 我就是觉得 做一件事情 我就应该去认真对待它 所以内心有一种 passion 就是梦想的东西 如果我一松懈下来 我就很紧张 我的心里很害怕 所以我就不想让自己松懈 就想一直让自己 就一直这样子下去 虽然你舞跳得很好 但是你今天来找的是 一份销售工作 对 那我再接着问你 你有没有异象的企业 我现在想 为什么想找一份销售 我觉得从销售做起的话 可能对我的成就是更大的 因为销售它可以 学到的东西更多 然后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意志 可能说对我来说 我现在目前就是 更能就是接受的是全事宜 我也觉得你比较适合做销售 因为做销售要有两种特质 一个是伶牙俐齿 一个是忠厚诚恳 我觉得厚重的性格 比伶牙俐齿 显得更于重要 长江你是带教案来了吗 你具备厚重的品质 我看你边看边说 你是带教案来了吗 没有 他写带了 他写带了 他写带了好认真 你看长江都特别认真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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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从百度上查的 所以说的特别 我觉得我一做老师 其实我看来比你做销售更适合 因为我觉得你提供能力不算很好 你为什么不做老师 要选做销售呢 我现在是在做老师 一直做老师 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 不太满足了 其实我心里可能 还是比较有远达志向的 因为你做老师始终是 始终是在保持在一个状态之下 如果全市余的合文 给你提供了一个老师的岗位 大方向没错 小岗位跟你的销售有出入 你接受吗 我肯定接受 我觉得我可以 老师和销售都可以 两者可以去做 但是我就是想的 就是可以就是给我一个 有发展前景的一个空间 好吧 你的希望薪酬是多少 我的希望薪酬 我最好是不要低于我现在的 你现在是多少 一万二 就你现在拿到的这个收入 你是花了多少年才拿到的 应该花了两三年吧 两三年 那你要求职的那个工作 用到了你之前的这些个 这些个积累了没有 还是重新开始 如果是跟我做同行 就是跟我在我这个 就是以舞蹈或者是 就是这一类的话 我觉得肯定会用到 多多少 所以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呢 就是你现在这个收入 就是你已经花了好几年的积累了 对吧 那你想重新找一份 跟这个不太相关的工作 那你也想积累几年以后 才能拿到这个收入 那这个时候你想 你想起步在哪 我们对销售的原则是这样 低底薪高提成 培养它的狼性 靠提成挣钱 而不是靠底薪 因为底薪太高 把人都给养懒了 底薪就是也无所谓 但是提成一定要 所以你的综合底薪在八千 对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是一个有狼性的人吗 我觉得我是有一个有狼性的人 如果没有狼性 我就不会来到这里 文斌的我想问你 你觉得狼性的定义是啥 你眼中的狼性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我现在 我现在我的狼性就是 我要赚很多的钱 然后我要走得很高 那如果你想成为顶级的销售 我告诉你玩的不是狼性 是人性 你要通人性懂人心 而且你知道吗 人心和人性万众一心 绝对超过狼性 而且狼性它有很多冷血的状态 但是人心是有温暖的 你想成为你这个培训领域当中 有温度的顶级的销售 一定要成为一个好老师 而且你的目标感和成绩感 不是建立在挣很多钱 如果你做你专业型的 这个培训领域 你是以钱为目的 你会为了钱不择手段 这个都成不了顶级的销售的 我觉得文斌的问题在于 他不是没有狼性 也不是说他不懂人性 因为他有 你看他15岁前 做这个跳舞跳得那么好 他有狼性 他用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 想要去找一份这样的工作 改变自己 甚至说讲究老板 他是有狼性的 主要是我的问题 因为你的问题在哪呢 是你在以前的这个小的平台 对吧 然后可能你对你的定位 还没有那么清晰 但我相信你来到这个舞台上 那今天 从今天开始 你一定会对于销售更适合你 还是做老师 专业老师 然后再往再带业绩的部分 更适合你 但我就只要你来到这个舞台上 那你就这样成功迈向一步 首先文斌呢 他在舞台上 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内在自信心 不够强大 所以当外部有一些 给他建议的时候 他马上就会顺从 然后选择接纳 但实际上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有专业功底的人 而且在他的原来专业领域当中 做出成绩的人 他这种成绩是非常宝贵的 不管是利用自媒体 未来的职业发展 还是他在他现在的赛道当中 去成为一个专家 都会有一个时间的沉淀 能拿出结果的 你现在如果转到销售之后 没有那么长时间去练习 你的身体状态 竞技状态下降了 你会不会觉得可惜 我觉得如果我在我销售行业 就是有所成就 我肯定不会觉得惋惜 但是我自己前 我自己也会在私底下 也会练习的 应该是不会就是说那个 因为你写的你最深刻的事 就是曾经的点点滴滴的努力 你达到这种竞争状态 竞技状态呢 我觉得你肯定付出很多 但是我觉得你有一点小小的误区 你刚才回答大家 你说当一个老师 不会是一个特别长久的职业 我觉得这个恰恰相反 可能舞蹈是 但是在瑜伽里面 老师是一个非常长寿的职业 而且你收获了四项总冠军 我给你的建议是 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作为一个老师 把你的优秀的体势 把你的优秀的这个成绩 传授给更多的学生 我觉得文斌是那种 就是天高认鸟飞的那个状态 在加兴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对她来讲 或许这个地方 已经不能承载她的梦想了 其实我觉得她的状态 和她对工作和人生的态度 她走出来 就是到北京 或者说到全市余 那未来的怎样的 一个发展的途径 我觉得她的自身的这个 就是突破性 我觉得是最难得的 比她现在的技术 或者说比她现在的成就 还要难得 我其实一直在想 就我眼前看到的是一位 非常有潜质的 可能在这个空中舞蹈方面的 优秀的老师 可是呢 你此刻要选择销售 我就想问一个最本质的问题 是因为你还热爱老师的岗位 只是我类型渴望 赚更多的钱去转移 这是你唯一的目的吗 其实我想的就是 我就算转移了其他的我的舞蹈 因为跳了毕竟跳这么久 假设我现在就告诉你 同样一百万做一个老师 和一年年薪赚一百万的销售 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会选择周老师 其实呢这个问题延伸下来就是说 你现在你喜欢的这份工作 你现在不知道怎么挣到更多的钱 其实我想告诉你 你现在喜欢的这份工作 是可以挣到更多的钱的 只是那个点还没到那个点上 比如像我们当医生 我前十年我前十年挣的钱 也没有几万块钱 但是你随着你的积累 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就爆发了 但是那个积累的过程 那个质变的过程是需要忍耐的 其实在职场里有一句话 叫你第十年的收入 是你前九年的总和 这个基本上是在职场里面的 一个普遍的规律 而文斌身上我觉得有一点很好 就是他的那种 就是可以破釜沉舟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 适合走出来的人 就是我们不是鼓励所有人 比如说来北漂 互漂 但是你是具备这个前置的 但是你能走多远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 起码他身上的这种 我可以一切都不要 重新开始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是一定能走出来的 你要是能不离开 你这个舞蹈老师的这个本行 是最好的 那你今天来非你莫属 你很幸运 有一家企业 能够让你不离开你自己的本行 你需不需要修改一下 你今天求职的这个意向岗位 咱们可以增添一下 可以 可以嘛 那咱们就把它改成 舞蹈老师或销售 好吧 那么接下来第一环节 来 根据我们求职者王文斌的综合表现 企业家们做出选择 好 第一环节最后 有九盏灯为我们的求职者王文斌留下 接下来